托克斯转入美国境内跟美国内政有关 通常住房难应该就一般的中产阶级来说 就是利率太高 要贷款买房越来越不容易 美国在上个星期房贷利率飙上了21年新高 房源非常稀少 所以买房变得难如登天 屋主也要承担天灾这些更频繁的风险 所以保费不断的调涨 在欧洲目前仍然在对抗数十年来最糟的住房危机 比利时在今年以来 已经有一千多间建商申请破产 很多新屋变成了断尾楼 而买家成了哀鸿遍野的苦主 在英国有人研究出一种新型的住宅 便宜而且快 叫做模组化的住宅 用来对抗通膨和恶劣天气 不妨去看看 大雨下不停 五组英国商家开门一夜 但民众却不想出门消费 再加上高通膨拖累英国7月零售销售 比前一个月大减1.2%跌幅超出预期 刺激英镑走扁 但在这座最多伦敦通行族定居的城镇 最近出现了一栋能够同时解决通膨和气候难题的新型住宅 这种模组化房屋 只需要先花几天时间在工厂生产 就能直接运到现场就地组装 四个模组就能盖出约十平大的房屋 即便已经有人入住 还是能随着家庭成员扩增 加装更多模组 设计灵感出自乌克兰一名企业家 当时俄罗斯入侵后 他的员工家园全毁 必须以最迅速又简易的方式盖出房子 因为不同于乌克兰的战争现场 这种模组化房屋到了欧洲 则往商业化迈进 不但打造的更适合久住 还增添一些奢华元素 目前设在斯洛伐克的工厂 预估一个月制造六百个模块 平均可盖一百栋房子 以一栋四个模块 装潢全包的新房来说 要价约五万五千欧元 和台币不到一百九十万 化解欧洲住房危机刻不容缓 在比利时 今年以来已经有六千多间企业 申请破产 当中一千一百三十四间 是建设公司 当地居民控诉 建商在三月宣告破产后 工程立即停摆 留下三十七栋半完工的房屋 不是圈门 缺窗就是屋顶还没盖 现在还长满了打草 过去几个月来都联络不上负责人 不止欧洲 在美国买房也越来越困难 尤其上星期 美国三十年期 抵押贷款利率标升到百分之七点零六 创下二零零二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回顾一年前的此刻 还只在百分之五出头 再加上市场房源稀少 以及现有屋主拒绝卖房 尤其大部分人手中都握有 极低的房贷利率 有的低到只有当前数字的一半 种种因素让原本就难以负担的房市 价格更昂贵 只不过屋主也有风险要承担 这个月夏威夷冒移岛的野火 造成两千两百多栋民宅 或商业住宅损毁 居民踏上漫长的重建之路 越来越频繁且严重的天灾 引起各家保险公司关注 不只调整保费 甚至完全撤出容易发生灾害的市场 例如路易斯安那州与加州 在天灾人或贫船的年代 更要做好风险管控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